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又講全民造聲3 今天就不是講參賽者 今天就講其中一位嘉賓評判 講谷德超 谷德超以前人們叫做肥谷 近日看到谷德超 你都不能再用那個形容詞去形容他 谷德超現在被人說他比林海峰瘦瘦瘦 為什麼會這樣呢 現在55歲谷德超 報仇量上全民造聲3 連聲音都變了 全因患病五年激瘦50磅 背後故事有洋蔥 有什麼洋蔥 減肥最多身體健康 有什麼讚人熱淚呢 近日熱播ViuTV大型選手節目 全民造聲3 每次對決都會邀請不同評判和嘉賓駐場 但我覺得近日沒有那麼多人討論 反而沒有了Coco 他之前說的什麼奇妙的嘉賓 我看到一跳舞之後 一正路就沒有什麼人說了 已經變成了 是這樣的 沒辦法 所以他們可能下次要改一改這個想法 不用一定造星的 全民造喜劇之王都可以的 大家鬥搞笑 鬥什麼鬥蜜 很多東西看的 你一做星去到最正路 那就選最優秀的出來 去到最優秀的時候 樂壇本身也夠優秀 之前TVB就是選那些什麼 TVB好聲音的 那些歌唱比賽 每個人都可以唱的 全部都是K房冠軍以上的水準 唱得跳得 是不是真的賣得 香港從來都沒有音樂 只有娛樂圈 本身初賽那些很有娛樂性的 又說叫人家職場下妝 又說人家相片和樣子不同 被人在網上不斷說 那些人就是想看這些 唉 那現在呢 我都不是說參賽者 我是想說谷德超 就說他近年很少在幕前出現 也都清減了不少 很多觀眾大叫不認得 我真的很瘦 是個頭緣 我想他的身體比我還瘦 那麼厲害 我曾經認識一個男生 他像谷德超 別人叫他肥谷 現在叫他肥谷 原版肥谷現在都不肥了 我們以前看谷德超的戲 真的又大隻又搞笑 原來他大學的時候 就跟導演高志森入電影圈 後來轉頭周星馳旗下主力編劇 我好像曾經聽過 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都是谷德超想出來的 除了做編劇之外 周星馳很喜歡找他的幕後人物去客串 那谷德超也有很多幕前的演出 最令人深刻印象的就是食神裡面的糖牛 畢竟都是大魔王 還有大內蜜探 零零發行運一條龍 玻璃瓶行運超人 這些全部都又收得 又是香港人耳熟能場的經典作品 你看到肥谷變得這麼瘦 其實我之前也試過200多磅 減到140磅 我和谷德超也有同一個遭遇 就是有些人在你肥的時候認識你 減了之後 那些人就會問你 你是不是有病啊 吳仔你是不是有病啊 是啊 我200多磅的時候認識了一群人 那一年做主題樂園 我再回去第二年我只剩140磅 我一年減了70磅 那些人就覺得我有病 我之前是圓的 我跟著臉子 那人輕你就會覺得很瘦 但其實那時候我脫的衣服也是張家輝 那谷德超也同樣是 最重的時候都是重過200磅 那近五年淡出幕前工作 同時默默keep fit 難怪今次《全民造星》一亮相就成為各方的熱話 那就是說他現在其實目測最少減了30至50磅 早前開麥克風更加被指瘦過林海峰 哇認真是厲害的 那一道傳他就患上甲狀腺疾病而報仇 不過高德超就澄清自己是為了健康才減肥 更叫大家不用擔心他的健康 聽說他好像跟程醫健有打羽毛球 我之前看過一個報導說 打羽毛球除了減肥之外 他說這個運動是可以令人年輕的 說拍類的運動因為節奏和頻率 比起打籃球和足球 羽毛球是會令一個人年輕的 他是這樣說 我還沒實踐過 其實令人年輕的運動也是很多的 瑜伽、健身也可以 健身可以改變人體內的賀爾蒙 就說高德超經歷過兩次人生低潮 幸好他的女朋友陪他走過這個人生谷底 這個報導說他雖然拍過不少經典喜劇 不過高德超人生絕對不像拍戲般歡欣 他曾經經歷過兩次人生巨變 有一宗真是慘 就說媽媽和他的兒子都相繼離開了 他出名孝順 所以當時非常不開心 高德超的家庭也很不開心 還說谷祖林因為這樣患了抑鬱症 幸好在這16年裡有他女朋友林子軒 陪伴他走過這個人生谷底 谷得超才能捱過 這個林子軒就是那位 是不是Judas 我怕讀錯他的名字 應該是Judas吧 經常拿著木結他 如果你在網上聽他唱的一對 真的唱得很好聽 原來一對的原唱者就是谷得超的女朋友 說他現在成功減綁全靠樂觀心態 由於自愛的離世 不但令他更加關注到思覺失調這個問題 而且更加令他領悟更多 要心理健康必先要生理健康 因此下定決心減綁 透過打羽毛球、跑步這些運動 得到快樂的賀爾蒙 即是經常說的安多芬 後來在恆常運動和營養師協助下 終於慢慢減了下去 最後就說 雖然你看到他瘦了很多 但是他現在生理和心理都非常健康 請各位放心 那倒是 其實有些人你看他肥嘟嘟 好像很可愛 其實那個狀態你是更加需要關心他的健康 瘦的人沒事的 尤其是他五十多、六十歲 我問你 你見到阿伯瘦多還是肥的阿伯多? 你有沒有見過很肥的阿伯? 我以前曾經見過黃禎的老爸 黃天琳 他唯一我見過一個最肥的阿伯 差不多是 通常肥的人是活不到這麼長命的 通常肥的人因為心臟的負擔很大 血管有這麼多血脂 突然間就走下去了 說真的 當然你說過了六五歲 你說退休年齡 那個人體其實步向老年的時候 有一點肥是好的 有一點肥是好的 譬如一個突如其來的感冒 那些脂肪是救了你的 我覺得所有事情真的不要做到這麼偏激 不是因為你體肢低才是健康的 真正正正的健康有一個標準 你的體肢不要高過某一個位 又不要低過某一個位 你問我十一二% 我覺得是很健康的了 你說再低一點 可能會令到你很怕冷 經常好像沒力 做健身的時候精神 平時那個人好像死狗一樣 真的有這些人 我最近有些師兄在說 鋪了一個文章出來 為什麼健身的人這麼怕冷 大家都在說 一群師兄都在說 我都很怕冷 我想說那群全部都是職業權手 全部都叫怕冷 我之前做動作演員的時候 有些師兄都很瘦 年紀都五六十歲 那些是大前輩 他們都說很怕冷 其實幾個方面 他們連同那份報導 就說因為他們的體肢比較低 所以他們比較怕冷 這個就是西醫的說法 我告訴你中醫的說法 就是你做運動的時候 經常不穿衣服 或者你做運動的時候 經常在冷氣房裡面 當你做運動的時候 你的毛孔擴張 吸了外來的冷氣和寒氣 進入你裡面 所以你會很怕冷 尤其是我們那些健身的人 很喜歡做運動的時候 穿件背心對著鏡子厲害 有東西看 我自從沒有這個習慣之後 我現在沒有那麼怕冷 再加上其實玩健身的人 經常要戒這個戒那樣 令到自己沒有了很多生命的燃料 例如五谷脹脾胃 戒碳水化物 五谷脹脾胃脾胃 生血 你沒有血 你憑血當然是冷 這也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樣 有些師兄經常吃很多蛋白質 做肌肉 吃很多蛋白質 然後他們坊間就流傳 因為吃很多蛋白質 蛋白質在肝臟代謝 所以要多吃生菜去補肝 因為生菜綠色 乾熟目 綠色熟目 以形補形 清乾 是對的 不過 菜都分很多種 生菜也是很寒涼的 我以前就是這樣 吃很多生菜 怕自己爆瘡就吃綠豆沙 見自己喉嚨痛就去喝涼茶 雞骨草 下枯草 慢慢就搞到我體質非常寒涼 所以我也是很怕冷 以前更加不懂補 一味就是覺得 因為我瘦 我瘦得像張家輝一樣 這麼低體脂 我冷也應該 原來之後再學懂了一些中醫的理論 告訴我 都不是的 都可以補身的 還有我覺得 這些事情不用做得太盡 健康就可以了 除非你說很需要拍一部電影 去做到某個目標 這些精神我是尊重的 但我自己一定是保持養生健康的 我猜谷德超減肥 很多人都會很想知道他怎麼減肥 他就沒有分享 有些人經常叫我 不用多說減肥 我想減肥 減肥很簡單 你能不能做到 這些天氣你不吃火鍋 這些天氣你捱餓你行不行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了 我是開始一個斷食的習慣 我到現在已經一個多月了 我真的每天斷食十八個小時 我告訴你 我肚腩的脂肪真的薄了很多 還有身體某些關節的痛 少了很多 其實人最大的問題 都市人最大的肥胖問題 就是吃得太好 吃得太多 動得太少 你把你的食量減了 把你的運動量提高 你自然不會瘦 就是這麼簡單 是啊 沒有什麼心法可言 個個都是一樣的 戒糖 戒肥膩 不要喝甜的東西 當你做到的時候 你的人所有的慾望都會很低 好像我這樣 有沒有吃肉 有沒有蜜肉 可能我遲早都是 上深山修行 不過說笑而已 天下間這麼多有趣的事情 我又怎麼捨得離開呢 或者我是真的想陪大家 一起去體悟這個世界 佛教修行也有分 入世法和出世法 我想試試 在了生脫死之前 感受一下這個世界的好 如果有些事情 可能不是那麼多人看到的 可能我又想看到 將我的見解說出來 有時候無厘頭一句說話 真的幫到你 令人生 這樣也功德無量 有時候 看一看 那麼多人 這也有什麼 就這樣